大家好 我是老李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把咱们的照片变成素描的效果 这张就是我已经完成好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制作之前的效果 制作之前的效果就是这样的 好 那我们从头开始操作一遍 首先 我们打开一幅照片 然后给它去色 我们选择编辑菜单中的图像调整去色 然后我们复制出一个图层 拉住背景图层 往下拖动 然后我们对新复制出来的这个图层呢 进行反向操作 我们继续选择菜单中的图像中的调整 我们在里面选择反向 这时候照片就出现了底片的效果 我们把这个图层的模式改为颜色简单 这时候呢 我们这张照片基本上呈现的是一个白色 看不到图像 我们继续选择滤镜中的模糊 模糊之中的高丝模糊 这时候图像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对高丝模糊的半径进行调整 我选择的半径是5 然后我们按确定 我们再新建一个图层 我们把前景色设置为黑色 选择编辑菜单中的填充 内容 当然我们选的就是前景色黑色 然后我们按确定 我们把混合模式改为叠加 好 我们继续在选择图层一复制出一个新的图层 我们可以适度的调整一下它的不透明度 我选择的是80 调整完不透明度之后 我们选择左边工具菜单栏中的橡皮擦工具 对照片比较生硬的部分进行涂抹 让它显得更自然一些 让画面看起来不那么太生硬 好 现在这张作品就完成了 这就是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如何把照片改变成素描的效果 我是老李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